今天在台上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同台侍奉 女兒就在敬拜那裡 去到領司其中一份子 然後選擇又讀經 輪到我這個小女人 現在來到講述神的話語 我就覺得真是回應到約書雅記那裡所講 我和我家一起侍奉耶我畫 是很美的一幅圖畫 盼望在座的各位家庭當中 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同台侍奉的那種美好的感受 好,在開始講到之先 我們先給一個討告 秋愛恩主,感謝你揀選了我們 我們原來是一群不配的人 你沒有燃起到我們 你仍然將救恩賜給我們 主要求你都此刻來打開我們的心靈 開啟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真是能夠開放的心 來到去聆聽你的話語 我們都求你的靈充滿這個電鐘 更加充滿我們的心 讓我們此刻能夠靜心地聆聽你對我們親自的說話 我們恭敬將以下的時間交託在恩主你的手上 我們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門 今天想跟大家透過加拉太書五章十六至二十四節 來到去分享一個信息 來到去思考一個信息 就是怎樣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為甚麼要分享這個信息呢 我想要從下面的三件事情來到去講起 這三件事情分別就是我去年九月代表教會去參加華福大會 回程在香港放我的年假 當時去了一間小型的教會 當時我一抬頭望上去這個教會年度的主題 好當眼給我看到兩段很寶貴的經文 左邊我們會看到作神喜悅的侍奉 右邊我們會看到過聖結品格的生活 作土神喜悅的侍奉 他用了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另外我又看到右邊 他們的主題除了要作土神喜悅的侍奉 亦都提醒會重要過聖結的品格的生活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讀這一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信實溫柔節制 在這一段的經文當中這兩段其實就是給了我一個 在我的侍奉的方向方面有一個很肯定的落實 讓我知道神要我在侍奉祂的那個崗位上面要做好些什麼事 然後回來之後大概十月底十一月初 牧師就問我 朱老師你下年的事奉的事工計劃有做好沒有?有沒有想過? 想下年的事工計劃 然後不知是否牧師講完之後 心裏有些緊張 或是有些壓力 或是有些不知哆哆的感覺 然後我睡覺的時候還挺想念這件事 然後我發了個夢 我發了夢就問上帝相低 我下一年在教會的家庭事工 我應該做些什麼? 我看到神就打開一本書 我看到左邊就是一些勉勵的經文 然後右邊就是寫著朱素英來年度要做的事 那好吧 看完就回答給牧師就行了 但我去看的時候就發現一隻手蓋住了 神,你給我看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我明年要做些什麼 我只是聽到一句說話 你只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然後我的回答很幼稚 我只是這麼簡單 只是結出聖靈的果子就可以了 我又聽到一個聲音 一點都不簡單 結出聖靈果子的生命 真的這麼簡單嗎? 一點都不簡單 不過我沒有把這個夢告訴牧師 為什麼呢? 如果我告訴牧師 請你回來只是結出聖靈的果子 你又想啊 這麼他條 我沒有跟他說 不過這個夢裡面的內容 是很深刻印在我的心裡面 又跟我剛才說到 我在香港看到那個教會的那個主題 過聖結品格的生活 我就覺得作為一個傳道人的時候 我們除了傳說神的話語的時候 真的在自己個人的身上 那種品格的流露 我覺得真的都是很值得 很要我們去注意的 那我就覺得 神我聽你的話 我一定要去活出一個聖結品格的那個生活 那後來我就會朝著這個方向去想我來年的那個事工 在我想的期間 在一天的靈修經文當中 神又讓我看到這一段的經文 這一段的經文呢 提醒了我三件事 也都是促使了我今天要講這一篇的訊息 這段的靈修經文 就是在彼得後書的一章三到十一節 在這段經文 我說了提醒我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神告訴我們 他已經是將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來去賜給我們 因為我們認識那個 用自己榮耀和美德照我們的主 因此他也都將又寶貴又極大的英許又賜給我們 叫我們怎樣呢 拿著這個英許 我們可以寄脫離世上的情慾的敗壞 就得與神的聖情有份 與神的聖情有份 我們就要怎樣呢 經文繼續說 正因這樣的緣故 你們份愛要恩勤 要培養一些的品格 就是要有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愛 敬敬 愛弟兄的心 也都要愛眾人的心 如果你們充足足有這幾樣的時候 就必定使你們在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上 不至於冷散不結果子了 接著經文又說 如果你們做到這幾樣呢 就永不失腳 這樣呢 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得以進一 我們主和救主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有做到剛才所說的那個品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豐豐富富得以進入我們的神的天國 我們去旅遊的時候要辦旅遊簽證 移民的時候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要拿什麼 梁文靖那些無犯罪紀錄 進入天國要不需要簽證呢 是不是就這樣進入去敲敲門 或者甚至沒有門的我們就這樣上到天國 需要不需要一個日景的簽證呢 誰可以進入這個天國呢 是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進入天國呢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立缺了至受了浸 就是拿了一個護照就可以進入這個天國 我們要知道領受救恩呢 只是一時 但是成性的成長呢 卻是一生一世的 我們看看聖經那裡怎樣說 告訴我們怎樣可以進入這個天國呢 在聖經呢 誰能贊在他的聖所 就是手傑心清 不向虛枉 喜世不懷鬼詐的人 由剛才讀出的兩段經文 我們很清楚知道 如果沒有好的品格的時候 沒有好質素的那個品格 只會結出情慾的果子 結出情慾的果子是不可以進入神的國的 所以即使說要凡是進入天國的 就必須好像今天所中讀的經文 《加拉太書》五章二十二節那裡說 結出聖靈的果子 這個就是做天國子民的標準 亦都是怎樣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活出這個特質呢 怎樣去結這個果子呢 就讓我們一起從今天的經文找出答案 在今天的經文當中 教導我們要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有三個行動要去做的 第一個行動呢 就是我們當信聖靈行 就是應當信住那個聖靈行 在十六至十八節那裡 有提到我們這個行動是怎樣做 好嗎請弟兄一起讀這一段的 這三節的經文十六十七十八 麻煩 我說你們當信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眾欲體的情欲了 因為情欲和聖靈相針 這兩個相針 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再律法以下了 跟著我加上五章二十五節那裡 都是這樣強調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 就當靠聖靈行事 在這幾節這個經文當中 保羅在這裏的意思是要強調 你們的言行就要順從聖靈的引導 不要只是滿足自己本性的慾望 因為本性的慾望是跟聖靈互相敵對 彼此對立 令到你們是不能夠做自己所願意做的 但是如果聖靈引導你們 你們就不再受律法的那個驅促了 這裡講到聖靈和情欲的相針 不是說我們和情欲的相針 是聖靈和情欲的相針 屬靈增戰得性的秘訣 就是我們自己能夠放下的手 不要去拆手 讓聖靈替我們征戰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靠我自己的能力 靠我可以去勝負 但是有時候我們往往都是會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如果放手 在靠聖靈和我們去爭戰的時候 順著聖靈的引導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因為肉體的貪欲和聖靈的相針 聖靈和肉體的相針 這兩個是相敵對著 以至於我們不能夠 就是不作所願意作的事 就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圖畫 就好像一個天使這樣 這邊就叫你不要啊 你快點溫習啊 你要做事 哎呀你不要出去啊 方宴啊 你不要出去又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天使在那裡虧血 但是這邊呢 就有一個魔鬼的樣子 去啦去啦去一下而已 吃東西有什麼所謂呢 好吃的嘛 是人都要吃東西的啦 這樣 那這邊是不好啊 你已經很肥了 你不要再吃了這樣 但是這邊呢 就說 吃多一點點了 下個月1號才開始減肥了 就是會這樣的聲音來掙扎 在這裡呢 我有一個有趣的經驗就是 話說有一次的同工會 就是大多市的教目同工去那裡的開會 那一次呢 那一次呢 應該是十二月份的 應該是 那接著我十二月是要 有一篇道要講的 去禮研會那裡好像 那你去港道 那接著呢 我就好像想準備 多一點點時間準備 於是我自己去同工會之前呢 我就立定個心就說 今天同工會完了之後 我就立刻回教會 預備講章 我不跟他們那些教目去吃飯了 因為很多時候一吃呢 十二點吃 時時都吃到兩點幾三點的 你知道又吃一下又講一下 那那裡就兩三個小時了 那我說如果給我可以正心討告 預備講章 都是很好的啦 是不是 於是我就 沒有沒有 即是不去啦 怎知道去到現場呢 就說誰還沒報名 今天午餐的 可以報 那接著我 我不報 我自己心裡說我不報 因為我要回去準備 那接著呢 你知不知道呢 就是 逐報告那個人就說 那今天呢 是會吃得特別好的 那誰還沒報名的 快點報 特別好 特別好三個字 都沒有說是吃什麼 只是說特別好 那我心裡已經什麼 蠢蠢欲動 很快而已 十二點幾 一點鐘 最多先走 是吧 起碼吃了那幾道主菜 炒粉麵 就不吃了 看到嗎 就有個聲音在這裡說 那接著呢 幸好聖靈提醒 你說你剛才來 你說什麼的話 是呀 我要回去準備 不吃 看到嗎 就是那個心裡在這裡 這邊就叫你去 吃特別的 好的 這邊就叫你不要去 所以就是一個雙爭 聖經提及雙爭雙敵 原來在我們熟靈生命當中 有一個敵人 和聖靈作對 影響我們結不出好果子的 就是情慾 人的慾念本來是正常的 都是好的 因為神給我們有這個慾念 但是 撒旦就利用了這個慾念 來陷害人 他藉著外界的事物 犯罪的危機 來到去出現 我們不察覺 就中計了 如果我們繼續融讓 這樣下去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罪行 結果就是招致死亡 所以好像剛才那個情景 我立即討告神 你知道我要回去準備講章 求你脫 幫我脫離 然後就不再去思維這個 情慾也是神賜給 每一個人一份很好的禮物 因為沒有了情慾 就好像活死人一樣 冰冷 沒有感覺 大人如果不好好地去運用這個情慾 放縱它 就會成為邪情私慾 得罪神 所以聖經提醒我們 不要放縱這個死敵 就是肉體的情慾 相反就是要順著聖靈而行 我們就能夠得勝 有一段的經文 《雅各書》 《雅各書》第四章 一節六節那裡就講到 與世俗為有 就是與神為定 而這個第六 第七至第十節 這兩節就講到 我們一定要信服神 不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離開 我們逃跑了 我們親近神 神必親近我們 有罪的人 要結正你們的手 心懷意義的人 要清潔你們的心 如果有聖靈的那個引渡 就不再受律法的拘束 譬如好像 丟那個垃圾 如果你丟在地上的時候 要罰款 那你是為了 怕罰款不丟這個垃圾 還是你覺得是不應該 丟這個垃圾 那我們很多時候說 是不是為罰款 其實有時候 不只是為罰款 而是聖靈提醒 不應該丟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嘗試 頭懶的動作 把這個垃圾 就丟在那裡 那我就很差勁的 每次都頭不中 頭不中 結果那個垃圾就怎樣 就在旁邊掉了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 那裡很骯髒的 那個地下 我之所以頭懶 是我不想近一點 所以就用了頭懶 結果都掉了在旁邊 我都是要什麼 走過去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 有些人會什麼 撿起它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 下次頭準一點 那就可能走開去 但是這個時候 可能聖靈就提醒你 你應該撿回去 丟在那個垃圾桶裡 我們都知道 喝酒不可以駕駛 會罰款 會可能有其他的儲分 那我們不是因為罰錢 而不去做這個 而是你醉酒駕駛 是危害自己 和別人的生命 買不買彩票 做不做違規違例 違法的事 甚至違反道德的事 這些都是你心靈 從你的心裡面 來提醒 你不應該做的 如果我們選擇聖靈 在我們的內心 讓聖靈管住我們日常的行為 我們就不會去實踐 滿足肉體的情慾 或者繼續在罪惡中生活 如果我們體貼肉體 譬如好像剛才說 今天吃好一點 然後我就很想去吃好一點 這個就是體貼肉體的感覺 你要成全肉體的願望 就不是順著聖靈而行 結果就陷於罪中 你說吃點東西 是不是這麼大件事 犯罪啊 有時候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小事 小事就累積成什麼 大事 所以一個被聖靈管理的人 是不需要靠律法來幫助他 過一個清義的生活 不是為了守法才去這樣做 而是被聖靈感應他的大領 這個被聖靈管理生命的秘訣 就是要我們專注仰望神 這個動作上就可以了 這個是聖靈果子所表現出來 就是憑信心被聖靈充滿的結果 基督徒信從聖靈生活 是一種自然的表現 不是模仿出來 也是內在生命的表現 上個星期打電話問候一位姊妹 那姊妹就說 看到你的笑容 很開心很安慰 我也很感謝她的鼓勵 講起笑容 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 他好像做記者 他叫張笑容 所以一聽到名字 都已經很開心 也聽過一個人叫陳開心 所以如果我們想開心 我們都可以起個名字 給我們提醒 我們要開心 我們要充滿笑容 因為是一個內在生命的表現 要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除了第一個行動 信諸聖靈而行之外 我們還要進行第二個行動 就是應該被情慾的事 好 我們請姐妹一起讀 十九字 情慾的事 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與監人 污為邪當 大偶像邪述 仇恨真敬 既恨老怒 結黨 紛爭 異端 窒道 醉酒 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一直讀下去 這個與我無關 我不會這樣做的 我不敢做的 我不會做的 一路 一路讀到疾度那裡 我就停了在那裡 疾度等於什麼 空殺 試問自己有沒有疾度 可能我會疾到 為何Alice你減肥這麼成功 為何我不行 我已經一個月沒有吃肉 一個月沒有吃田野 為何我想去磅蟲 都是這麼肥的 有沒有疾度呢 其實有的 為何你這麼漂亮 你是用這隻化妝品 我也是用的 為何我用來用去 都是這麼粗 你用兩次就這麼滑 會的 我們做女士的 我們應該要避開這些情侶 請問有多少是你自己 曾經去犯的呢 不過你要看最後那句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所以我們要學習怎樣呢 切勿去放縱這些罪 這些什麼罪呢 我曾經看過一個參考資料 這些罪就是分開的類別 我覺得有幾好記 我又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他說我們不要放縱感官上的罪 就好像監人烏衛邪當 這個等於放縱自然性慾 我們也不要放縱迷信上的罪 譬如拜偶像邪術 這個等於放縱什麼呢 崇尚傾向離棄真道 我們也不要放縱人際上的罪 例如仇恨啦 真敬啦 忌恨老老 這個等於放縱情緒的宣洩 我們也不要放縱什麼呢 結黨 紛爭 異端 疾道 這個等於放縱你追求認同 也都不要犯上醉酒謊言 這個等於放縱什麼呢 肉體的滿足是肉無盜 我們不單止要避免而且要除掉 才可以結出聖靈的果子 以佛所書四章三十字三十一字都教導我們 一切苦毒老恨憤怒養鬧偽旁 並一切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另外它在五章三節五節也有講到 一切的那些污衛貪拿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提 如果無論是淫亂污衛貪心 這些都是和基督在神的角裏都是無份的 最近大家看報紙也好 看電視也好 傳媒鬧得熱烘烘的 就是香港的特首的競選 參選人互相揭對方的陰詩 等等違反道德和監獻的行為 其中一位候選人 更加被人揭發他對太太的不忠 又有私生子 還有一件很得不驚的就是 他張開眼睛說謊 說到此模此樣 如果作為一區行政的長官 怎樣可以以信德來服人呢 我也都看過報紙報告那些電影明星 因為醉酒謊言亂性犯了監人罪 也有些人是為了減額去到賭博 吸毒嫖妓 用了不正確的方法來去解決 還有很多人在工作上為了目標達到不習手段 結黨增勁 無論在公開場合或者工作地點 甚至我們在家庭或者教會當中 有時候都會存在著一些妒忌 忌恨、紛爭、老怒、情緒、失控等等的情況 這些都是一些負面的行為 在希伯來書十二章十四節那裏 說我們眾人應該要追求和睦 並且追求聖結 非聖結沒有人能見主 這也是天國子民要有的特質 還有提摩太后書二章二十二節那裏說到 你們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和那清心討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 人愛和平 很多時候我在親子講座當中都跟家長去分享 很多時候他們會投訴子女那些惡行 那些不好的行為 說到數到真的很多很多 於是我就建議他們 我說不要只是數他們的不好處 負面的行為 你應該在他的負面行為當中 去建立多些正面的行為 而這種正面的行為 就可以蓋過這些負面的行為 所以我們要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不單止要進行 順從聖令而行 還有躲避情欲事這兩個行動之外 我們不是被動 我們是要主動 我們又不是消極 也是要積極去學習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因此我們需要第三個行動 而第三個行動就是要結出聖令的果子 結出聖令的果子 我們一起讀這三節 聖令所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 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今天你和我 是不是都已經是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呢 我們有沒有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都共同釘在十字架上呢 聖令所結的果子是信從聖令而有的生活的自然表現 不是外面模仿做出來的 也都不是聖令分次給我們各種不同的美德 你有仁愛 你有良善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而是聖令在我們生命成熟所結出的整體的一個果子 這個果子具有一個特性是不可以分割 聖令果子的意思就是基督在我們的身上 因著聖令的工作被我們消化吸收之後變成了自己的性格 很自然地去做出來 我最近在家裡和家人去分享一個題目 一個用得最多的詞彙我就是這樣說的 我以前我不會這樣做的 不過現在我真的信從聖令所以我就是這樣做 如果以前的我我一定不會這樣做 所以當你信從聖令的時候 你是自然而然去做 你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一些火氣都沒有 你猜在侍奉當中有沒有遇到一些難處呢 會有 甚至乎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也都會有人自責 你怎樣自責 你怎樣去面對的時候 那種的心 以前就說 是不是呢 我都說的了 不要侍奉的了 侍奉就是被人罵的了 但是呢 很自然現在 哦 你有這樣的情緒 你有這樣的心境 我應該怎樣幫助你呢 就是現在是很流露這樣的一個情況 沒有律法禁止的意思是對律法主義說的 因為他們呢認為 律法禁止我們就不會去做的了 其實是否就靠這個可以控制到 管制到我們的邪情私欲的欲念呢 是不行的 所以聖靈將律法寫在我們的心上 賜給我們一個結果子的生命 雖然肉體是最麻煩 也都很難勝過 但是神已經幫我們得勝的了 今天一切屬基督耶穌的人都不需要再去爭戰了 因為神已經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你和我的罪已經被主耶穌的補血洗淨了 我們以前所犯的罪 甚至你今早剛剛所犯的罪 只要你現在在內心裡承認 主呀我願意跟隨你 我願意把我的罪放下下來 我願意隨從聖靈的大靈 你就已經被罪已經釘在這個十字架上 已經不需要再受這個困綁了 牧師可以教大家 認識主敬拜上帝 唯有居住你們裡面的聖靈 能夠照亮你們行出好行為 正如《雅各書》三章十七十八那裡說 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 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 滿有憐憫 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 沒有假務 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異果 曾經有一個牧師 他做了牧師之後 他都很熱心事奉 對於工作也都升任愉快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心裡 始終有一種不安 那種不滿足的感覺 後來他突破了這個瓶頸 取而代之的就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他怎樣去做到呢 因為他好像受這個煎熬 我好像做到我的事工 但是為什麼我這麼不滿足 為什麼我還是這麼不安的呢 他問他的生命師傅 即是mentor 那個mentor 那個mentor告訴他 你要花時間默想 等候聖靈 給上帝有時間啟示他自己 也都給你自己有時間 在上帝面前安穩 安靜感受神跟你同在的那種確具 好讓神的能力在你的心裡面動工 你要花時間讀神的話語 彷彿神就好像在你的旁邊那樣 你就會知道他要求你做什麼 應許你什麼 讓上帝的道也都在你的左右 在心中創出一篇聖結的空氣 和神聖屬天的靈光 叫你的靈魂根深得力 從事日常的工作 那個mentor告訴他 這個不是我的高談闊論 而是主耶穌的教導 這個牧師不單止聽了 而且照著行 聖靈也都為他 結出了生命的果子 所以說如果我們內心 都有這種聖靈的果子 就會好像這位牧師一樣 藉著聖經的話語連結於主 也藉著聖經的話語 將自己來去收剪 有些人就會說 哎呀叫我讀經 我讀了之後就忘記 這條讀那條就忘記了 就是這樣 我給你們一個比喻 那些篩子就是篩水的 你想想那些篩子是有洞的 如果擠一盆水 那些水會怎樣 就漏出來 是擠不到的 但你同不同的一件事 雖然我載不到水 但因為我經常這樣去 那個篩子會很什麼 很乾淨 因為經常被水去沖滴 所以變成我們都可以這樣想 我們不斷地讀 如果哪一 你好像我這樣想 如果我記不到那些 就是神叫我不要記住 不是不重要 是不用記住 但是如果神要我們記得的 你會怎樣 你會很深刻的 很有趣的 你會日日夜夜都記住那句說話的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結出 我們首先向神去結出 這個人愛喜樂和平的果子 這個以人愛為首 特別指聖徒心靈的光景 我看一個資料 如果人缺乏了這三種的特質的時候 那監人污慰 邪蕩 敗偶像 邪術異端 這些情慾的東西就會浮出來 我們都可以利用忍耐 恩時良善 來向人所結的果子 這個以忍耐 就是盼望為首的 就是指導我們信徒愛在的光景 如果我們缺乏這三種的因素 仇恨真敬 忌恨老老結黨 紛爭疾道 就會湧出來的了 我們都很需要向自己所結的果子 就是信實 溫柔節制 這個以信實為首的 特別指導我們信徒分別對神的信實 對人的溫柔 對自己的節制的光景 如果缺乏這三種的元素的時候 醉酒方言 這些屬於情慾的審思行為 就會浮出來 如果我們內在的生命 是有了聖靈果子的質素 我們就可以抵擋情慾的 最厲害的武器 很多時候我們會問 有些人信主的年日已經不少了 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那為什麼還沒有聖靈的生命的果子呢 仍然都沒有一些基督的樣色呢 這個並不是基督的問題 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們個人 在生裡面還有很多什麼呢 沒有辦法搖樹 或者是貪心 或者是怨恨論斷 或者是貪愛這個世界等等 捆綁 所以就結不出果子了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讓主的說話 來將我們收剪乾淨 所以詩篇119篇9節那裡說 少年人你用什麼結證你的行為呢 就是要遵行神的說話 如果一個基督徒心裡面 常有主的說話 他的心靈就常常被結證 行為自然就可以改變 因為沒有主所不起愈的渣載 就可以結出生命的果子 那麼肥樂比書那裡都說 我們靠著基督可以結滿了人意的果子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今天經文中提示 我們要作出的行動 那個必要性和好處 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的必要性 就等於我們去愛國 一個進入一個國家 我們要簽證 你憑什麼進去呢 就等於我們入天國 我們憑什麼進去呢 就是我們聖令給我們的得基義的憑據 有了這個聖令和我們同在 我們就能夠結出聖令果子 我們就可以進入天堂的把握 加勒太書彼得後書一再都提醒 如果我們結情慾的果子 我們都不能承受神的果 也都不能進入我們主耶穌基督的那個國裡面去 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的那個好處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與神的聖情有份 我們就可以脫離那個情慾的敗壞 也都可以讓我們認識那個 照我們的榮耀美德那個主 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最直接的方法 是要做到下列的三點 當務至急大家要做的行動就是 當信從聖令行就不會放縱肉體的那個情慾 我們應該躲避情慾的事 行這樣的事 一定不可以承受神的覺 我們更加需要結出聖令的果子 如果有聖令的引導 就不受律法的驅促 不受律法的捆綁和限制 而我們願意天天靈收親近神 唱詩讚美神 讀經討告 密相神的話語 抽時間進修 等於我一月份的時候 是教會派發這個討告簿 我做了這個討告簿 希望大家去養成同神那種交通的時間 將神給我們的話語 我們為人代討的東西 寫在這個討告簿上 我亦都在二三四月分別會試行這個家庭祭壇 來都派給大家 希望可以跟你們的子女做 裡面的內容雖然是略為幼稚 但是我們的對象是跟我們幼小的孩童 甚至乎我覺得你根據這個經文 再講深入一點都是可以的 在四月也都會有一個姐妹的討告的退休日 這些都是讓我們可以安靜在神的面前 來領受神的話語 我再一次去印證到神是要我結出聖靈果子 這個是我這兩年的工作 為什麼呢 當我決定向這個方向去做的時候 在一月份收到這個日曆 你們收不收到啊 你們有沒有打開過看的 一月份叫我們學習什麼 喜樂 二月份呢 三月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揭 我們可不可以每個月都 一月一個主題來去學習這個神 要我們去學習的 更加我去確定神 要我在未來這兩年去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不單止要我結出 也都希望我能夠鼓勵到大家去結出這個聖靈的果子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兩個小組都是去查考聖靈 和聖靈果子的質素 更加在兒童事工崇拜部那裡 也都是用好性格來培養我們的兒童 作為一個主題 看到嗎 各方各面的那個印證 都是讓我知道神是要我們每一個都 結出這個聖靈的果子 一個屬靈生命的改變 我們要根據這句的根據 我們不要自欺 神是輕萬不得的 人種的是什麼 收的也都是什麼 你如果順著情慾灑種 你就收什麼 情慾的果子 但是你如果順著聖靈灑種 你必收聖靈 從聖靈來收永生 你們為進天國的申請條件 預備好了嗎 事不宜遲 馬上要行動了 誠意邀請大家 是我們北約華基這個教會裡面 我們去製造一個屬靈的那個氣氛 我們給此勉勵 來到去學習去結出聖靈的果子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什麼 合一更新 我們盼望我們齊心合力 我們去結出聖靈的果子 以致我們可以去廣傳福音 每月一個目標 結伴同行 我們的小組 我們的討伴彼此勉勵 讓聖靈的果子來到去 滋潤你經歷神同在的美好 聽到重要 行到更重要 盼望我們在座 每一位都能夠結出聖靈的果子 我們低頭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承認自己 一直是管理自己的生命 以至於得罪了你 感謝你赦免我們的罪 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現在我們懇請你管理我們的生命 求你用聖靈充滿我們 正如你命令我們要被聖靈充滿 亦都好似你的話語 應許我們 只要我們憑信心去祈求 我們就可以被聖靈充滿 感謝你管理我們的生命 用聖靈充滿我們 我們願意相信 信服 你對我們每一個的大領 你的安排永遠都不會錯的 我們祷告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門